黎姓男子 黎姓男子正在秋前 手拿鐮刀瘋狂揮舞 黎姓男子 坐在秋上的是 他前妻女兒一家 他們完全沒想到 黎姓男子下一刻 會將媽媽殺死 當時黎姓男子喝得醉醺醺 跑到前妻家藥錢被拒 他心生不滿 僅拿出37公分的西瓜刀 將前妻砍死 死者女兒說 黎姓男子當時要死者 給他65萬 他氣得寒說要報警 將他激怒 死者以肉身擋刀 叫兒女快跑 黎姓男子放案後 偷車離開經 又跑到五金行 再買一把刀 他原本拿旁邊這個 然後後來就說 拿這個 尖一點的 他就這樣持著尖刀 在路上閒晃 神情恐怖 募集的家藥戰員工 被嫁壞 警方在他持刀 閒晃十分鐘後 將他逮捕 你會不會後悔 為什麼傷你老婆 李姓男子 討錢不成 砍死前妻 九歲男童 親眼目睹爸爸殺媽媽 悲傷的說 希望爸爸背叛死刑 這樣對他們就無害了 小小年紀 目睹 傅沙姆的人倫悲劇 令人心疼 這張畫 綜合報導 女人 尖刺 雖然 雖然 遭到 雖然 他 雖然 雖然